冬季,这些老人像候鸟一样飞去南方,春暖花开始,再回到故江。 在过冬城市,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哪稀不变,以及未来将如何改变。 左边中国正在播出特殊的迁徙者,候鸟老人。 我来自成都,今年七十二岁。 我今年五十八。 我七十七岁了。 今年六十八。 我今年六十九岁。 你从上海来的。 我来自北京。 我来自亏民。 来自四川成都。 我来自重庆,今年五十六十五岁,在这里过了三天了。 我身后的这群老人,每年冬天都会来到这片海单上,他们一起做操,一起锻炼。 这个地方是广西北海。 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有着同样一个目的,就是度过寒冷的冬天。 每年冬季来临之前,他们都会来到广西北海,在春天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像候鸟一样,所以他们被称作候鸟老人。 这一天是2014年1月4日。 北海市当地气温19度,微风,相对湿度50%,而此时北京6度,哈尔滨零下16度,上海也只有10度。 体操结束后,大家开始自由活动。 这些平均年龄60岁的老人,在来到这片海滩前,并不认识。 时间回溯到七八年前,他们当中的一些老人,因为家乡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才来到北海。 这个海滩上松散的沉练团体,才渐渐成立。 对于这些老人来讲,新鲜的空气,充足的阳光,温暖的气候,近海停泊的渔船,四周不高的小山,以及市场中吃不完的各种海鲜和水火。 这一切都非常适合他们。 1979年,41岁的何志芳,在丈夫的陪伴下前往医院,结果查出自己患有高血压,而且非常严重。 今年,何志芳已经76岁,30年间几度病危。 2010年租过医院,2011年又租过医院,两次租医院,反正,有一次甚至于都说我死了。 抽烟之上写的是,抽烟原因死亡。 就说我这个很危险了,大夫同意我到北海来,他说,北海对你有好处啊。 那么您到了北海之后,这个病情呢,跟在北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如果我在北京已经冷了,比如像11月初,已经比较冷了,我到这儿比较暖和的话,我到这儿马上药量就减一部分。 就不是吃那么多药。 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呢? 是,就是气温的关系。 我对于气温很敏感,只要气温低了,我的血压马上就上学。 在北海,有很多何志芳这样的老人,他们大多因为身体原因来到这里。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家乡气候回暖,他们将会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到家人身边。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走边中国。 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中医主任医师教授王凤奇先生和本台特约评论员金志伟先生,欢迎二位。 我们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了一些这个季节的常见病和老年病。 我想再先问一下王教授,还有什么样的病症会发生? 这个人得病啊,特别是老年,有一个特点。 就是当气候变化的时候,第一个是容易得季节性的疾病。 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得一些老病复发。 那得这种病和他生活的地方的气候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刚才我不是讲,比如说春夏秋冬,冷了热了的,那么这个冷热的变化呢,你就拿咱们国家来说,因为这个地域太大,东北和南方相差多少度,十几度,这边都冰天雪地了,那边还是炎炎夏日。 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老年人,他的度假,或者是休息,跟这个气候都是有关系的。 像心脑血管的这些人,在北方就会容易得急症,什么脑足中之类的。 然后如果要是到了南方呢,他温湿的气候,人和环境呢,他就能同一。 我觉得人其实他的状态放松了,他就会健康。 所以说,所以其实他选择的,一个是可能气候差异比较大,让自己有没有那个温差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去了舒服的地儿,让自己能够心态上也放松。 其实北海这个地方呢,它实际上是北温带的那个,开始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呢,实际上四季如春,而且呢,它的气候啊,富氧离子啊,都很多。 实际上这个片子呢,咱们是去南方。 就夏天的时候,气候炎热的时候,南方的朋友呢,不妨去北边去转转。 其实这个展开来讲的话,我又想到了以前,在西藏的时候,会看到拉萨那边的一些城市居民,他会说,我们家其实现在条件也不错了。 我们会在成都买房子,就是可能也是东西也有一种候鸟的现象。 有一个差异。 对,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候鸟的情况呢,现阶段咱们老百姓啊, 觉得好像是一种旅游,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中国呢,随着GDP的不断的增长,老百姓的生活呢,确实在迅速的改善。 我其实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咱们人类社会,或者咱们中国人,然后移动生活方式的开始。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候鸟老人这种生活方式,那我们能不能再揪一揪它的根,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种现象? 就中国老百姓哈,他永远在找一个,在大城市里挣钱,在别处呢,他去花钱,那个地方可是一块钱,盯两块钱花,盯三块钱花。 你到了那个地方的话,你用很少的养老金,可能收到的非常舒服。 业者,您刚才说的这个话,我们的记者其实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用同样的一笔钱,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和在二三线城市分别都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短片。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位于北海南城的这座海泰别墅小区,虽然已经建成,但入住率极低,很少有人过问。 直到六七年前,一些人呢,将这些别墅承招下来,进行装修并改成旅馆。 从此以后呢,这个小区便热闹了起来,同时,北海城也热闹了起来。 在这里居住的客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后鸟老人。 每周,海天别墅宾馆的老板陈敏,都会为客人更换一次备套备单。 三年前,陈敏作为游客来到北海,几天之后便喜欢上这座温暖的城市。 三个月后,在家乡贵州结束了十多年并不景气的生意,租下这座别墅改造宾馆。 陈敏的宾馆有三层,二十多间客房,当年装修时并没有费太多的脑筋,唯一的标准便是一定要有家的感觉。 夏天的时候,接待前来北海的度假反客。 从秋天开始,老朋友们便从各地赶来。 陈敏也按照这些客人的要求,购买了乒乓球猪和麻将鸡。 十点钟,陈敏准时来到后厨,准备四十多人的中饭。 菜每天都按照客人的要求做适当改变。 仔细观察,这里每道菜,陈敏都会分成两份。 一份加辣椒,一份不加辣椒。 看嘛,这个是辣的,就是那个四川的爱吃的嘛。 这个是辣的? 对,这个是不辣的,就是上海人啊,白京人啊,他们过来的就不吃不辣的。 这个没有放辣椒? 对,这个也放辣椒的。 哦,这一份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也是不放辣椒的。 哦,对,同样的菜? 同样的菜嘛,它就是不放辣椒的。 就是要根据它们不同的口味,然后做各种菜? 对,对,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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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是的,对,要不它有些辣了它吃不了嘛。 十一点三十分,客人们拿着自己的饭碗来到后厨。 这是他们在学生后,退休后,又一次的集体生活。 老人们的要求并不多,但唯一的一点,就是要做出家的味道。 虽然不能和家里做出的菜肴完全相同,但可口、亲切,却完全符合。 哦,你好,不是说,下跪,就哄什么嘛,就这么找了。 午饭后,201房间,来自杭州的这对夫妻,拿来三切六百元钱。 这是下个月的房费和伙食费,如此算来,他们每人每天包吃住,只需六十元。 在陈敏的海天宾馆外,上百座相同的别墅里,来自不同地方的老人,每天都各自过着同样的生活。 简单,普通,却有滋有味。 他们是一千八百块钱,然后一个月,我看吃的还挺好,挺丰盛,住的也挺舒服。 你说这钱要是放在咱们北京,能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先问问王教授。 一千八百块钱,要是人吃再住,我想不够。 吃呢,也吃不会太好。 住的话,基本上也得跟别人合租。 可能几个人一个屋,中间打了隔断,可能还挺违法,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真的是天壤之别的一种感受。 对。 那王教授,像您现在有多大年龄? 我今年七十三了。 七十三,那您觉得那样的老人的生活? 我觉得呢,这个小片里介绍这个呢,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因为刚刚开始生活好了,条件好了。 所以大家都出去走一走。 但是我觉得传统观念上来讲,像我的爷爷奶奶辈的那些人, 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退休以后就是带孙子孙女。 然后呢,带完孙子孙女就带下一个孙子孙女。 然后就是自己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每天自己做饭,自己生活,孩子们来看看我。 但是感觉现在这可能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算是一种新鲜项目。 我觉得这是一种现在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非常好的写照。 比如说你看,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祖居的居屋, 然后一些朋友,或是认识一些新朋友,在一个别墅里边。 他们不仅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移到了那个海边,或是一个新的地方, 而且把人际关系带过去了。 这时候的老人,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老人。 我们以前的观念,比如让老年人,帮着年轻人带孩子等等,这种传统,实际上确实应当改一改。 因为老年人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为,他要顺心,他要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 他愿意帮你带的时候,你也就让他带。 他不让你带,他愿意出去玩的时候,你得顺着他,得让他开开心心的去玩。 而且呢,我倒觉得,他反而给我们的80后,可以说减负了。 因为什么呢? 我们由正金字塔式的这种,这个格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老人,子女,然后孙子辈的,几代同堂的这种正金字塔。 到现在我们是421到金字塔,一个孩子,夫妻,上面四个老人,大概是到金字塔的这种结构。 反而他们出去之后呢,是社会化养老的一部分。 我倒觉得这是一种先进的人际关系。 我们很多老年人,只要你能动,人是动物,你就得动。 生命就在运动。 其实现在就是很多老年人,已经是在这种传统的家庭责任的观念当中,逐渐的被解放出来了。 王教授觉得这种解放舒服吗? 我觉得想得开就舒服,想不开就不舒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的人,你比如说我经常看病,接触到这样的老人,当他孙子也好,外孙子也好,当他一得的时候特别高兴。 从外地来,急急着要给这孩子们看孙子,说我们让人看,我们来看。 但是看不够一两个月或者半岁以后,他就烦了。 所以他时间刚刚一来的时候都特别高兴,但几个月以后都说,哎呀,我赶紧得脱了身,还不是当初我不来呢? 所以我觉得呢,像这种的,你比如说,就可以看出了,刚一开始,他是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个任务。 但是呢,他一看,就该烦了,所以我说呢,如果对于这些个,比如他离不开这个家庭的,你让他试试。 但是一旦他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再给他讲出这个方法来,我觉得他都会同意。 就是改变一个生活的环境,改变一个由抑郁或者压抑,到了一个愉悦的心情,他对于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其实刚才两位嘉宾的观点很一致,就是鼓励老人们多动一动走出去,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这些老人如果在外地,他生病了怎么办? 他的医保问题谁来解决?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清晨,来自黑龙江的张忠霞,早早来到北海市人民医院。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三级甲等医院。张忠霞打算将家乡的医疗保险转到北海。 你好,问一下,我们外地人可不可以在这儿就医? 可以的,你是哪个地方呢? 我是黑龙江的。 你真的长期住在北海吗? 对,住两年了。 是什么医保的? 急功的还是急功的? 退休的急功的。 一地安置人员医疗申请表。 来自张忠霞退休前的工作单位,黑龙江翠岗临场。 要在千里之外的北海申请医保,首先要获得这座城市中任何一家医疾以上医院的证明。 接下来您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以后我就把这个表表幼回家,幼回家家里头在进入审批。 审批完了以后,我就可以在这个北海的医院拨幼。 对,那您幼回家就是要在所在单位的审批意见,把这几个章子一盖,然后呢,您就可以在北海看病。 这是一套牵扯四个机构的手续。 北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证明盖章后,张忠霞还需北海市社保局的证明。 在寄回家乡的员工作单位,以及家乡的社保局。 每天都会有一些候鸟老人来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 最终办理完成后,因为中国各省医保制度不同,他们的报销程度也不相同。 刚才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们是知道了北海的一个异地医保的问题。 那在中国的其他省份呢? 医保的标准全国各地都不太一样。 那么要想统一的这么办了一个手续的话,就互相交账,由医保单位去来划挥这个账也很困难的。 所以现在听起来好像这件事还挺麻烦的。 这件事呢,我觉得根据不同的情况,也就是根据将来,比如说随着它的发展,各省之间,我觉得最后会有一个比较能够通行的办法。 那靳先生,您会不会觉得这会对这些候鸟老人,他们看病会造成一些障碍? 那障碍是非常的大的。 我为什么我不把它定位为旅游呢? 旅游呢,它就很快就回来了。 它办什么事情都问题不大。 现在呢,它可能在别处买房产,它可能在别处租住很长一段时间,又去第三个地方去租住。 这样的方式,它就是移动的生活方式。 这就完全不同的理念。 我觉得中央现在提倡的有一句话非常的著名,叫做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这句话,这就说什么意思呢? 这就需要顶层设计了。 比如说,不光是医保,你包括你办个护照,你办个交个水费,很多的事情都会很麻烦。 办各种证件。 中国人这一生,他们有统计说要办,最少办70多个证件嘛,这一辈子。 所以办很多的事情都很麻烦,就要跑回原籍,户口所在地。 这个时候呢,移动人群,承认它移动的时候,其实应当给它一个安全号,给它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账户。 然后它能够进行转移支付,非常方便。 比如说一个卡,一个卡多功能等等,这就需要顶层的设计。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北海比如给了优惠的政策,然后北京给了优惠的政策,但这两个优惠政策是不是能够对接? 能不能这个扣拧得上? 他们俩拧得上了,山东的游客和北京和这个北海能不能拧得上? 这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说这时候,不能够把它们当作一般的旅游者去对待了。 我觉得就是移动的生活方式。 而且这个大潮,移动生活方式这个大潮,在未来的十年,我可以预测,会非常的这种滚滚而来。 所以其实就是政府的一个施政方针,和我们老百姓的一些思想要结合在一起,配套了可能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 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住下来可能还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住宾馆,还是租房,还是买房。 我们再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在一个三线小城中买房置业,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年轻人要结婚才买房子。 今天是北海这个楼盘开盘的日子,来了很多人,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年人和老年人,他们在为自己买房。 这个楼盘均价五千多,对于一个三线城市来讲,确实贵了些,但这里的开发商却并不筹卖。 杨逸刚在这间地产公司已经做了七个年头,这一周他卖出二十套大户型。 对于自己的顾客,杨逸刚十分了解。 这些都是我从交的一些客户,大概有几百套房子,像这个客户的话呢,大概就是云南的。 这是云南,他多少岁? 他大概有五十五、五十六岁这样子,那这个客户他是北京的,他也有四十多岁,五十岁的。 像这个客户,他是退休的,都是沈阳的。 沈阳的? 沈阳的。 从东北过来? 对对对对对,北海人的他比喻大概涨到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百分之八十五? 百分之八十左右,八十到八十左右都是外地。 那外地的分布在全国各地都有,那也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是这样子。 李存英今年四十六岁,丈夫四十九岁,他们刚刚按借了一套大三居,总价七十三万,首付二十三万。 他们的家乡在云南昆明的乡下,也常讲这句老话,父母在不远游。 这对年近半百的夫妻,只用了三个月时间,便决定买些这套房子。 未来,他们的常住地将不是昆明,而是北海。 家里有老人,老人愿意跟我们过来,我们就过来。 要是不愿意过来,他过来过过冬,也可以。 那个小孩呢,就给他在这边发展,给他却住在这里。 那您二位年龄再大一些的时候,怎么打算? 把老人走了以后嘛,我们肯定又过来跟小孩记住,传业记住。 北海,越来越多的老人来到这里。 很多人已经不打算在这座城市仅仅度过冬天,后呢,将会变成流鸟。 刚才也是给我们留了一个问题,短片当中他说,有80%的房子卖给了外地人。 其实,流鸟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是经济的一个促进和发展。 但是有的时候又会想,这个城市,它有那么多的包容性吗? 它可以承载那么多的人。 我觉得中国人的特点,它人为社会呢,它就是不排外。 像流鸟的这个城市,最典型的就是三亚。 大部分人是黑龙江那边走的,它带来了外来文化的一些优势。 和本土文化呢,它有一个相互的竞争与优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是三亚的迅速成为一个小都市,而且是中国独有资源的那样一个都市。 所以我觉得很好。 因为老年人,他还是资源的,他到了一个地区之后,他可能还要当老师,可能还是高级知识分子,帮助当地的企业,提升他的经营水准。 我觉得老年人还是个宝,家有一老,那是一宝。 所以到了北海那个地方,北海如果能够综合的开发,不要把他当作旅游者。 当如果说他是一个移民,新移民,或者短暂的移民的去考虑的时候。 比如说像盲教授这样的去了,我能给你当医学专家,给你们这儿的人看病的时候,那就好了。 实际上,季老师提的一个我特别赞成,就是不同的老人,要充分发挥他的娱乐,发挥他的作用。 他不是做一个老人去到你那儿去养老,而且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所以我觉得你比如说教师也好,一些搞文艺的,一些搞医学的,那都挺欢迎的。 就是希望你到那儿去,我就也交你钱,我不挣你钱,我能给他们看个病,我觉得这挺好的。 所以他其实刚才王教授一个思想非常值得重视,就是养老他不能单一。 包括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说我们可以老年人由这个候鸟变成流鸟,或者说他实际上是移动的那种社稷化养老。 对,中国社会从1999年已经变为老龄化社会了。 所以说这件事,我们今天考虑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一群人,到另外一群人挺乐呵,治之病,康养一下。 但是他最深刻的道理,就是社会的综合的发展,社会整体的健康度。 其实在现在我们很多的年轻人都还在享受着老人给我们带来的帮助,或者给我们带来的舒适安逸的生活的时候,真的应该多为老人想一想。 或许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没有一个最终发展的结局,但是我们在边走边看中会发现,老人在我们的关注之下,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快乐。 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讨论,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